不少人3月4月要减肥,到了5月6月缓冲后,7月终于有所行动,每天逼迫着自己毫不半小时,或者5到8千米。 但是一个月后,体重称医生,还是没有减下去,甚至有些人,体重反而增加了。 减肥最重要的是有氧运动,相信随着健身热潮全国的风靡。 不少非健身爱好者都知道这些道理,而且他们也知道跑步、机型、跳升、游泳等,是十分有效的方式,甚至可以侃侃而谈,关于演织顺序。 然而说起来是一回事,做起来,发现总有各种各样细节问题没有注意到。 其中较为常见的有,跑步要跑多久? 一般来说,跑步有三个很关键的点,一个是时长,跑步不能速度太快,那样有可能是无氧运动,同时也会很快耗费体能,同时也不能跑步时间太短。 最好在半小时起,30到50分钟是一个新手出级需要达到的标准。 只有这样,才能让你可以开始燃烧脂肪。 第二个就是燃脂心率,我们每个人都有正常的心率。 一般而言,运动员一分钟跳的次数更低,我们跑步试后,要控制自己燃脂心率,不能让心脏跳得太快。 这样容易公显不足,另一方面也不能太慢,这样相当于无效运动。 每个人的燃脂心率都不同,建议可以购买些辅助智能手表和手环,随时查看自己心率。 最后就是跑步频率,不能太多,除非你是专业运动员。 不然对于大众而言,每两天跑步一次就行,也就是一周三到四次即可。 而不要天天锻炼,天天锻炼,法拿可能会得不少失。 除了以上跑步常见的三个较为专业问题外,其实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 首先是吃喝,想要瘦下来,一定少吃高热量食物,尤其是肥肉,火锅,可乐,烧烤等,多吃青菜,水果。 高蛋白低糖低脂低盐分食品,但是跑步的一段时间,可以喝点盐水,维持体内环境平衡。 其次是休息和防护,跑鞋和呼吸不用多说。 多少人跑步都换了个膝盖疼痛,而休息,则是让你养足精力被占下次跑步同时,也能让你肌肉纤维更加粗壮有力和耐力。 健在享受路漫长,一定要有个长远规划,比如一月,两月和半年计划,同时最有效的瘦下去方法。 除了有氧,一定要加上力量训练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按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按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按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 请按订阅SD